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如此多的空气为何被地球牢牢锁住呢 其实地球也是有一套保护大气层的机制的 那就是地球自带的磁场 别管质量大小都要受到地球引力的束缚作用 想要挣脱地球的怀抱就必须得达到较高的速度才行 那会不会有朝一日地球的大气层都跑完了呢 按照地球大气的逃逸速度 即使是空气没有得到补充 完全逃逸也需要几百亿年的时间 更不用说地球大气还可以得到补充 强大的地球磁场会将太阳风 从磁力线的方向向两极集中 这部分太阳风也会被地球捕捉 成为地球大气中的一部分 所以地球的这些运行和运作机制 也保证地球大气层的平衡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哦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